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使梦境神域卡 神圣自我关怀神域卡 还有刺卡 总共有三个选项 都是不一样的美味糕点 对应这次的主题 比较目前的直觉 心中想着问不得他 当下的你最想咬一口的是哪个选项的美食呢 选好了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一下你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次要求的主题是 他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如何哦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照片的主题是 他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 抽神域牌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 他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是怎么样的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 看一下他现在对你真实的想法如何 好了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认为呢 你好像前世就已经认识了 跟你好像是同相识的 特别有亲切感哦 遇见你好像捡到了宝 很高兴能够认识你 你是那么的开朗乐观的人 每当他不开心的时候呢 见到你的笑容 他的心情也变得好起来 你是那么的好 对他特别的包容 他非常高兴 能有这么好的你 觉得有你了之后呢 他变得更完整起来 是你把他的人生变得完整了 给选到第一组 他现在对你真实的想法 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 他认为你们应该前世就已经认识了 跟你之间有很莫名的亲切感哦 能够跟你相遇呢 是他得到收到的最棒的礼物 是上天赐给他最棒的礼物 你的为人是那么的开朗乐观 爱笑 每当他不开心的时候呢 跟你见个面 他心情也变得好起来哦 你很大方 很能够宽恕他的缺点 他真的觉得你的包容力 实在无话可说的 每当他不开心的时候呢 跟你说说话 他的心情就会好起来了 他认为呢 你就是他一直所缺的那个另一半 遇见你 他才变得完整哦 是你把完整的人生带给他 他非常感谢 有你 看塔罗怎么说 他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 给选到第一组 一起来看 他觉得你很会换角度 换位思考的 为他着想的 但有时你有一点 又柔寡断哦 做决定会花很长的时间 你好浪漫 你带给他的 都是很甜蜜的回忆 他知道你是可以交信的人 是可以多付终身的人 想跟你建立更稳固的感情哦 你的为人就是很踏实的 脾气也很温和 是适合过日子的人 他觉得他生命中呢 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最幸运的就是能够跟你成装成对 你给他感觉不会那么容易 说放弃的人 跟你在一起很有安全感哦 真的 你是拿心交出来对人 你好诚恳 你好亲切 抚平了他那凹凸不平的心 不平稳的心 除了你之外 他想不到其他比你更棒的人了 你就是他最理想的 那个想在一起一辈子的人 给选到第一主义唐洛派卡 来看他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 他认为呢 你是那么的善解人意哦 经常会换位思考的 去包容他 接受他的缺点 有你了之后 他变得更自信 更阳光地看待自己的生命 但有时你就是表现出一副 又若果断的样子 要你做决定呢 你会花很长时间 但他换一个角度看呢 他就是认为你是一个 很精着的人哦 不会胡乱地下判断刷下决定 你是一个好浪漫的人 带给他的经历 都是甜蜜的 你是那么的温柔 他想要跟你建立一个 稳固的感情的希望 将来都可以跟你平顺的发展 你的性格很温和 然后呢 也很脚踏实地的 不爱浪费东西 是一个很适合过日子的人哦 如果他将来要去要价 那肯定就只有你了 没有其他人比你 就是更加理想的 在他心目中最理想要在一起的 就只有你哦 他呢觉得他的生命呢 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你 你是那个光照亮他黑暗的世界 而且你的为人呢 是不会那么容易说放弃的 不会一点小事就大抱走的 所以他觉得选择你 这个人生应该会过得比较有安全感 他呢 现在觉得你对人很诚恳哦 你很善良 很亲切 都是可以交心的人哦 他对你是真的认为 可以把心交出来的 是你让他心中的那个 坑坑洞洞都被填补了 他那个凹凸不平 很不平稳的那个心力 已经变得健康起来哦 是你呢 把笑容带给他 现在的他呢 除了你之外 他不考虑其他的人了 看资卡怎么说 你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见到每一个人都会令他想起你哦 他已经整个脑里都有你 都是你 他非常的想念着你哦 他很想告诉你 他想你想得不得了 他不喜欢跟你有距离 他无时无刻都想要跟你靠近 他觉得有你的生命呢 才是比较好的 为了能够把你留住呢 他可以为了你舍弃牺牲一切的 请相信他真的能够做到 你依然是他的那个 唯一所爱着的人哦 他只想跟你在一起 无论顺境逆境呢 他都会选择站在你的身边 不离不弃守候着你 他不想你为了他 他不舍得 他不忍心见到你 为了他牺牲你 牺牲你喜欢的东西 所以呢 他不想改变你哦 你带给他的能量呢 是非常吓人的 但同时呢 又觉得很有吸引力哦 像过山车 很刺激的感觉 给选到第一组 以资卡来看他说 他已经想你想到快疯了 他见到的每一个人 都有你的影子哦 他真的不想再隐瞒了 他想要大声地承认 他真的想你哦 想到快疯了 不喜欢跟你分开 他很不喜欢 你们之间的距离感哦 他觉得他的生命要有你 才会比较好 比较开心 为了把你留住 他可以为了你牺牲一切 请相信他真的能够做到 你不用为他改变什么 你也不用为他舍弃什么 他不忍心见到你 为了这份感情 做任何的牺牲 你依然是他心中 最喜欢的人 最渴望在一起的人哦 他决定了 无论顺境逆境呢 他都会选择 站在你的身边 不离不弃的 所以呢 放心的 跟他交往吧 你带给他的能量呢 是很 很强烈的 虽然 有一点怕怕 但 刺激感 多过怕怕的感觉 他就是很喜欢你 添加了很多的色彩 在他的生命中 看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呢 给选到第一组 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 我想成为常被你 挂在嘴边的那个人 可不可以在我累的时候 二话不说的 给我一个拥抱 只是一个拥抱 就已经很好了 不用唠唠叨叨的 对不起 这段感情我经历了 他真的有尽力 而你有尽力吗 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有什么建议帮助你们 促进感情 选到第一组 一起来看 对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 好了 让自己得到 好好的休息吧 像皮筋那样子 别拉得太紧 互相的一直拉 会拉断的 所以给彼此一些空间休息 补充好能量 最佳的状态 去处理问题会比较好 多一点的阅读 书中自有黄金屋 所以你要知道的答案 可能从书中 可以找到要的答案 再看 还有什么呢 弄清楚你真正想 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确保你做的事情 是往你的目标进行哦 别分散你的注意力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 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什么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丰盛福足的 什么都不缺 与对方 什么都不缺的 在未来的日子里 会过得更甜蜜 更多有趣好玩的事情 可以发生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咱们的主题是 他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 抽成一百个 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 他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如何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贴选到第二组的 你看一下 他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 是怎么样的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觉得你有一点冰冷哦 冰山美人 冰山帅哥 你好聪明 你好有智慧的 对你是很有尊重的心 跟你接触久了之后呢 他意识到自己有很多的缺点 需要进步 他变得更加的意识到 自己需要进步的是什么 他认为你是一个很有 你是一个很有保障的人哦 是一个很丰盛的人哦 你可以添加很多的色彩 令他变得更好 他很想要冲向你 接近你 靠近你 跟你建立感情 给选到第二组 他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 这个人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冰冷的人哦 很高贵 很优雅 很聪明 很有智慧 跟你接触久了之后呢 他更意识到了自己 有很多可以进步 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 他想要 因为你呢 因为你他变成想要更加的 做得更好 更有上进心的 他认为你是一个保障哦 很想要冲向你 接近你 跟你建立感情 跟你更多的认识你 他知道呢 就是有你 他会变得更好 他的世界也变得更光明 更多之多彩哦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到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 他觉得你是一个 很值得学习的一个对象哦 他很尊重你 你想事情呢 是比较复杂的 他弄不清楚你在想什么 他不够智慧的去理解你哦 他跟不上你的脚步 你太聪明了 你给他一种 很有安全感的感觉 而每当有问题出现 你都是很淡定的 是一个冰山 每人帅哥的那个样子 他知道 他相信 你是可以帮助他 离苦得乐的 有你呢 他的人生会更有成就 更光明 更快乐 他觉得你是一个工作狂哦 是很投入工作的人 很有责任心 不容易分心 尤其是在 当你专心工作的时候 是特别有魅力的 他已经知道了 你是一个可以托付终生的一个好对象 可信可靠的一个好对象哦 你好有原则 很有自己的原则 很有正义感哦 他知道你是好人 喜欢打抱不平 做事情光明磊落 他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宝藏哦 跟你在一起 就好像得到了全世界哦 你带给他很多的甜蜜 给选到第二主义 塔罗拜卡来看呢 他现在对你真实的想法 他真的觉得 从你身上可以学到好多 你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 很聪明 很有智慧 虽然有时候他搞不清楚 到底你在想什么 你想的事情是比较复杂的 而他可能比较简单的头脑吧 就跟不上你的脚步 但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很喜欢 做你的跟随者 就很喜欢的就是去 跟踪你 去学习你 就把你当成榜样 那样子的去学习 他认为你是一个很好的对象哦 是可靠可心 可以托付终生的一个对象 你好有原则 做事情呢 是比较专心的 很工作狂的那个样子 特别有魅力 你喜欢打爆护瓶哦 好有争议感哦 他知道跟你在一起 是很有安全感的 你不会因为有什么问题呢 就不见人影的那种哦 你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 他知道呢 有你在呢 这一艘船 如果跟你大 如果跟你做同一艘船的话呢 这个船不会沉下来的 就算成了 也有你的陪伴 他也不会那么的无助 没有那么的紧张害怕 你的性格就是那么的淡定哦 很能够给他安全感 做事情也很光明磊落 不会被地里做一些 表里不一的事情哦 你说话算话的 所以这个人真的觉得 你是他值得争取努力 在一起的人 看资卡怎么说 你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你的勇气呢 是特别的令他感到可以学习的 想向你学习哦 你是那么的勇敢的人 请你接受他的邀约 一起逛街好吗 他想约你出去 真的很喜欢 就是很想要跟你制造更多的爱哦 想建立更好的感情 他真的很对不起 如果做错了什么 他知道 他说了一千次的道歉的话 他连自己都原谅不了他自己 就请你别放弃他好吗 我们好像认识了好几次的 前世就已经认识了 他很珍惜这个缘分 这个感情不应该就这样子结束的 他想要与你有更多的未来 你对他而言是特别的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 好想要跟你好好地把话说好 说清楚 说明白 想解决问题 他不知道这个感情会何去何从 但是他就是不想放弃 不想放手哦 给选到第二主义资卡来看 他说你在他的眼中是很棒的人 尤其是你的勇气哦 实在是令他觉得很值得学习的 请你接受他的邀约 他想约你出来约会 希望可以跟你有机会促进感情 想建立一个更稳固的感情哦 他要跟你发展更多的爱 在你们之间 他知道他做错了的一些事情呢 连自己都无法原谅了 他说了多少次的道歉 也难以去 难以去 就是真正的把这个过去给抹掉的 他只是想要向你表达 他的很大的歉意 希望你别因为这样子而放弃他 你们之间 前世就已经认识了 那倒就这样子放手吗 他不想 真的很可惜 他很珍惜这个缘分 这个感情不应该就这样子停下来的 还有很多未完待续的 很多美好的事情在未来 想跟你一起去度过的 你对他而言是好特别的 他真的很想要你给他机会呢 让他跟你好好地谈一谈哦 好好地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 虽然他不知道这个感情将来会走去哪里 会何去何从 但他现在只是此刻 他心中很想要把你抓得紧紧 不想放手哦 看出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 人生太短 所以笑吧 趁你还有 你现在还有牙齿 多一点的微笑哦 因为喜欢你 所以无时无刻都想懂你在干嘛 如果你认为他烦呢 他只是想说 他会一直想知道你干嘛 是因为他喜欢你 分不清我们是在赌气 还是真的分开了 不想再赌气哦 如果你在赌气的话 他就开始担心你是真的在想要跟他分开了嘛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二组 灭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帮助你们促进感情 让你的磁场呢 都是干净的 清除那些负能量哦 如果你喜欢什么香气 香水的话 这个也是一种疗愈哦 让你的环境香香的 再看还有什么呢 五脏六幅哦 可以通过美食呢 去让自己得到疗愈的 或者约对方吃美食 促进感情哦 再看还有什么呢 动起来吧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动一动 真的心情会变得好起来哦 可以试一下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对方就是真爱 还有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情 过好每一天哦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哈喽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套我的主题是 他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 抽神域拍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这个他 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 是怎么样的呢 抽一张主题拍卡 给选到第三组 一起来看 你要问这个人 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如何 好呢 你主题拍卡来看 他觉得你是那个 释放他也信一面的人哦 你是那么的感性 很火辣 很性感 他做白人们都会经常梦见你哦 很期待着下一次的见面 只要有机会跟你见面呢 他就很迫不及待的 就很兴奋的 只有在你身边 他的烦恼压力 才会可以暂时放一边哦 再看 很想更多的向你表达 用他的肢体语言表达 给你知道他是多么的喜欢你哦 给选到第三组 他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 首先你主题拍卡来看 他觉得你好性感 你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然后呢 混火辣哦 就对你很有Ferman的反应的 他现在经常做白人们 都会幻想着 跟你接近的日子哦 每当想到 有机会可以见你的话 他就特别的兴奋 很迫不及待的 立刻马上想出现在你的面前 每当跟你见面的时候 他的压力烦恼 都可以暂时放一边的 你就好像一个新鲜的空气 然后呢 他现在呢 就心高采烈哦 想用他的肢体语言 告诉你 他是多么的喜欢你 他想要表达 他对你的这一份爱意 怕你不知道 看塔罗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三组的 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 他过去 他在过去的恋情中呢 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都是遍体鳞伤的 他觉得你是那个 可以交信的人哦 你跟他前面的前任 都很不一样 你是那么的善良 脾气那么的好 跟你在一起 很幸福哦 是你帮助他得到了疗愈 从过去的污水走出来哦 现在的他很快乐 是你填补了他心中的 深坑洞洞 从那个泥巴里走出来 你就是他的希望 他的未来要有你 才是光明的 你是他天空上 最闪耀的星星 最美最帅的一个存在 他心目中呢 你是一个很慷慨 很大方的人 你完全不计较你的付出 对未来呢 他是充满期待的 每一次都期待 跟你双双对对的 过接下来的日子 每一次的举会呢 都那么的难忘 那么的令他放松 忘记了烦恼 他很看好你们之间的未来 他认为他的未来 有你 是闪闪发亮的 给选到第三主义 陶洛派卡来看 他现在对你的真实想法 他过去的恋情中呢 都遍体鳞伤的 前面的前任都对他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的 但自从遇见你了之后 他发现你就是与众不同 你跟他前面的前任都很不一样 你是那么的善良 单纯 天真可爱 他知道你就是 可以帮助他的人 你的脾气很好 跟你在一起 就好像如木春风 好像在一个 梦境中那般美好的感受 很幸福浪漫的感觉 是你拯救了他 你帮助他 从过去的伤痛中走出来的 现在的他呢 很开心哦 对未来都是充满希望的 是你把希望带给他 你就是他天空上 那黑暗的天空上 最闪耀的星星哦 照亮了他黑暗的世界 没有什么他不愿意为你付出的 他觉得为你做的都是心甘情愿的 他也觉得你对他的好呢 是他无以为报的事情哦 很想要用一生相许的下半辈子都 每一天好好地对你好好地照顾你 他现在已经做了决定了 未来一定要跟你双双对对的 无论如何呢 他都不想放弃这个梦想哦 因为他知道 你就是他的开心果 每当跟你相处呢 他压力烦恼都可以暂时放一边 你就是他的快乐 对未来 他觉得是散散发亮的 有你呢 这个未来都是充满希望充满美好的 他未来的计划里都有你 他希望跟你可以顺利的白头偕老哦 看资卡怎么说 也先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好想要知道你们的感情会如何发展哦 他会一直问塔罗 他知道他错过了你 他不会找到下一个像你特别的人了 你是那么的独一无二 他已经做了决定了 做了做好我的准备 只要你愿意 他要跟你重新开始 有一个新的开始 他知道他就是有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 他会好起来的 他会修补一切 你是对的 但是当你指责他的时候 他就是太爱面子 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现在他没有脸见你哦 请你留在他的身边 不要离开好吗 他有一些童年阴影 还会完全痊愈的 他需要你帮助 他不太确定 自己是否能够达到你的标准 你的要求 他很自卑地认为自己不够好的 所以呢 他才会那么质疑哦 他早就爱上你了 但是他怕 他自己做不到你的 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哦 给选道理三主义资格来看 他很迫不及待地 想要知道你们的感情会如何发展 他很害怕失去你 所以他经常会问塔罗 想要知道你们之间的事情 做占卜哦 他知道了你是好特别 你是独一无二的 他错过了 他找不到下一个你了 所以他真的很想要 好好地争取哦 他已经做好准备 只要你愿意的话 他想跟你重新再来 他知道过去的他 都是做了很多的错误的 他会慢慢地好起来 他会修补 他的一切的错误 他会面对 承担他做错的责任 你是对的 很多时候 你说的 你给的劝告 他都很认同的 但是就是面子的问题 使不承认而已 现在的他就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你 没有连接你 不敢看你的眼睛 但他还是希望 你可以留在他的身边 别离开他 他就是卖可怜 就是说 他小时候就是遇到了很多 得童年阴影的 还未完全痊愈的 他需要你在他的身边 帮助他 他知道他自己不够好 所以他不敢太多的 主动前进的 他不太确定 你是否会嫌他 嫌弃他不够好呢 看中文字感来自 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 可以选到第三组 一起来看 想封锁你 却又舍不得 他舍不得你 不要拿我跟任何人比较 我是谁的影子 我不是谁的影子 更不是谁的替代品 他也是独一无二的 不想当替代品 毕竟你身边有太多人想念 而我又不是雷一 所以他就没有太多的主动 他觉得 你就是那么多的追求者 多他一个不多 少他一个不少的 看这个神韵牌卡 抽三张 看整体的建议 帮助你们促进感情 有哪些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一起来看 好了 跟火连结哦 可以约对方的 就是去 火 这很危险哦 不要玩火 就可以点个蜡烛 然后 说说话的 在浪漫的清费底下呢 在比较浪漫的气氛 可以 鼓励对方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再看 还有呢 与家人做连结哦 也许可以多认识一下 他的家庭背景 他的家人 跟他的家人打成一片 还有就是 如果你们俩有养宠物的话 可以借用宠物的当话题 这样子去拉近距离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 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无忧无虑的 一切顺利的 达到你要的美好 充满欢笑声的 跟对方欢乐的 过好每一天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来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